豆漿含有豐富的植物性蛋白質 一直是人氣的養生飲品 但就有不少迷思 由於腎臟負責蛋白質的代謝 所以有人認為豆漿會傷腎 台灣內湖國泰診所營養師 張思蘭就說 腎功能不好的原因有很多 包括疾病、生活形態等等 並不會因為飲用豆漿 這個單一因素所致 但腎功能已經不好的人 如果攝取過量的蛋白質 確實可能影響腎功能 但怎樣為之過量呢? 台灣新光醫院營養師高雄敏就認為 如果一天喝1500cc豆漿 就算是非常大量 而豆漿也含有 被稱為植物性痴激素的大豆耳王酮 所以有傳聞說 飲豆漿會增加女性癌症的風險 張思蘭就澄清 飲豆漿並不會引發癌症 但已經有乳癌 和兩籌癌的癌友 一天可以喝多少豆漿 應該跟營養師和醫生討論 最後 有傳飲豆漿減重 反而會減越重 張思蘭就強調 要了解一份肉類 和一份豆漿的蛋白質和熱量 是相同的 如果一隻飲豆漿 還是會增加熱量 並不有利於減重 而高英文就建議 下午茶 可以改一無糖豆漿 當作是一份小點心 可以增加飽足感 又可以降低精至糖類的澀水 而且豆漿本身就有熱量 必須用來取代肉類 才不會越飲 熱量就越多 體重反而有增無減 然後 試試一下 一點點心 如果交給大家